Hello大家好,欢迎回来 今天是一期空瓶季 这是我第一支空瓶季 那这些空瓶呢,不是我一整年下来的空瓶 这只是我这几个月以来的空瓶 然后有些好用,有些不好用 我会告诉你们我会不会回购 那么这些产品呢,我们有做过非常多的调查 我只是以我个人做一个消费者 一个使用者来告诉你们 我对这些产品的使用感受 那如果你对这支视频感兴趣的话 请继续往下看吧 首先我要讲的是 雅诗兰带的小棕瓶 这一个小棕瓶呢,相信已经非常火了 有很多人喜欢,然后好评也非常多 那我使用下来的感受就是 嗯,没有什么感受,真的 它上面官方写的是 Fight's Key Signs of Aging The Number One Repair Serum 所以当时我买它的时候 我不是说最主要是要预防老化 只是想说它因为repair嘛 对于长豆瓦或者豆瓦或许是会有帮助的 但实际上我用了第一第二天的时候 是可以看到我的肤框变好的 但是过后呢,过后这一两个月三个月 我就是任何的效果都没看到 对,所以这个我是不会再回购了 对不起 那么同样的系列 我还买了第二个产品 就是雅诗兰带这一个眼部精华 这个怎么说 啊,我真的 很烦,很烦这个产品 怎么烦呢?就是它这一个管子 它很短,就是到这里吧 其实还好 但是你每次取的那一个量就很少 特别是到最后面根本就是取不出来 所以当时我真的是很烦 它再加上这一个管子 我觉得 嗯,有点小 而且再加上你每次你dap进去了之后 你又在眼圈的那里 转 然后你又再放回去 就各种细菌在你的眼霜里面 然后我就 有点难受 对 但是因为这一瓶还是蛮贵的 所以我把 我当时是把里面所有的那个产品 全都把它倒出来 倒在一个罐子里面 就这一个包装 这个设计 我已经烦到 我根本就不想去 想到底好不好用 所以我不会再回购 然后我也不推荐你们回购 那还有一个爆款呢 就是 兰蔻的小黑氨瓶 相信这一个也是已经非常火了 一个小中瓶 一个小黑瓶 是的,我都试过了 这一小罐的话是 1盎司不到 那就是0.67盎司 每天早晚都用它 那就可以用一个多月这样子 那么这一个呢 到底有没有传说中的这么好用呢 我是觉得 不怎么样 就是怎么说 它吸收的很快 然后吸收进了皮肤了之后 它是一种有小黏黏的那种感觉 然后但是 在我皮肤上我没有看到任何的一个效果 就它保湿吗 好像我也没有特别特别看出来 它对我的皮肤状态有好处吗 有帮助吗 好像也没有 我该长痘的时候也会长痘 然后也没有说早上醒了皮肤 特别光滑 并没有 就是 我感觉一点用处都没有 哎 而且因为它上完在脸上很黏了之后 我在上防晒霜的时候 它就会脱泥 哎 所以我可能 我是一定不会再回过了 但是如果你很喜欢的话 请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喜欢小中瓶还有小黑瓶 我真的很想知道 啊 只是它在我脸上就没有任何的用处 所以对不起 那么同样的品牌呢 我还是买了 第二样东西 就是兰蔻这个防晒 这个防晒在Sephora上面几乎是五颗星 然后在我的使用感受下来的话 它确实很好用 它是一个涂改叶的质地 它非常的轻薄 涂在脸上有点油腻 但是真的就是非常轻薄的一个状态 但是我唯一不喜欢它的一点 就是它的包装 我刚拿到手的时候 它那个头就疯狂地露出来 我感觉好像是被人捡过的那种感觉一样 但是我不知道 就是它总是会露那个产品出来 所以呢导致这一整罐非常脏 你看它那么薄 然后又那么小 它去旅游是绝对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因为它在露防晒霜出来 我就旅游的时候我绝对是不会带它的 所以这个是pass 如果你们也有买过这一个的话 请告诉我你们的那个包装到底有没有漏 还是说只是我这一关 但是我会不会回购吗 或许将来会 但是我现在是绝对不会了 我可能还在寻觅好的防晒霜 下一个就是法国大宝 我相信大概大家都人手一支吧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法国大宝 就是它非常保湿 不仅保湿它还是多功能的用途 来当妆钱 还可以把它拿来当面霜 然后你可以把它混在粉底液里面 所以就真的很万能 再加上它是极管的 就它不是那种管口瓶 它这种极管式的话我觉得很卫生 所以我还是会很喜欢它的 但是呢 为什么有个但是 大家可以看到吗 这个是法国大宝这一个 然后这里都是它的全部的成分在这里 就是其实它还是有很多很好的成分在里面 但是呢 它里面加了香精 就是加了perfume 就是两个特别对皮肤特别有害的 然后下面这个app它就会给你解释 就是这个ingredient 它到底有什么害处啊 然后通常就会用在哪里 所以呢 当时我搜了之后 它这个危险系数 这个法国大宝危险系数是8 我就有点犹豫了 会不会回购吗 或许还是会的 但我还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更加好一点 更加健康一点 还有卫生一点的产品 如果找到的话 它觉得会代替法国大宝 还有一罐 也不是说我用完吧 但是已经空瓶了东西 就是欧莱雅这一罐 也是小白瓶 也是同一个系列的小白瓶 那这一瓶呢 我只是断断续续的用 因为我不太注重美白 我只是保湿还有清洁 那美白的话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但是这个包装我是要吐槽的 用手自己按是取不出来的 你一定要扭它的时候 这个挤头给扭进去了之后 你再把它扭出来的时候 它才会有产品出来 因为有些时候它这个吸头 不一定很准 就是有些时候你这样子 它就吸不出来 你看它这样就没弹出来 对 所以它这个设计是有点问题 啊这一点很让我烦躁 我就不会用它也不会再回购 唉讲那么多我觉得我所有的空瓶都是踩雷的 但是你们放心 最后面两样是绝对我超级喜欢的产品 对 但在那两样之前我要讲一样 就是Halo Beauty的Kiwi Seed Booster 这个是我超级喜欢的一个美妆博主 叫Tati 它自己的一个牌子 它自己做了一些supplements的牌子 那么我真的很喜欢它 所以我愿意为它花这个钱来支持它 所以我当时就买了Kiwi Seed Booster 这个据说是对皮肤有帮助 会调整皮肤的状态的一个补品 那它里面一共有30粒 然后你每天吃一粒 就是吃一个月下来 然后官网上面卖的是30多美金 运到加拿大来的话 哇 这个故事 我觉得很累 但是我还是会跟你们讲 换成了加币 那大概40多 然后再加上运费 那就是50多 那50多块钱一瓶 50多加币一瓶 再加上运费啊什么 那大概就是60块钱 但是最主要让我气人的就是 它送到加拿大了之后 它是用Fedex送到加拿大 它送到的时候 并不是送到我家门口 是送到了Fedex的 它自己运输的一个厂子里面 要我自己过去那个厂子 取这个包裹 疯了 然后当时我查了一下 因为那个Fedex离我家还是蛮远的 大概如果坐公车的话 也要40分钟的时间 然后打Uber也要十几块钱 所以我一个Uber来回 那就是30刀 也就是说我花了100刀 在这个小东西上面 只吃30天 就一粒大概3块钱吧 一粒大概三刀 就是15人民币 我真的是什么鬼东西 我再也不要买了 所以我想说就是如果你要买这个 然后你又在加拿大 或者别的地方的话 你真的一定要注意 就是Fedex它可能 不一定会送到你家门口 所以你有可能会经历像我这种经历 如果你有的话请告诉我 我真的是 唉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产品的本身 这产品本身其实我是很喜欢 就是它绿色那些小粒在里面的话 很好看 然后再加上它这一个罐子 它是磨砂的 然后就整体感觉非常的高级 我真的是每天都吃 然后吃了一个月了之后 皮肤没有太大的改善 我还是很喜欢插体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是没有什么用的 因为我待会我也会讲到一个补品 它是对我有用的 但是这个我吃了之后 我该长痘的时候还是会长痘 就是该长姨妈痘的时候 还是会长姨妈痘 然后皮肤不好的时候 皮肤也是不好 就是相当于没有吃一样 所以 我还是就算了吧 肯定是不会回购了 对对不起Tati 我是很喜欢你的 但是这个在我身上是看不到效果的 对不起 那还有一样产品也是比较火 就是3的卸妆油 我使用下来的感觉 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它这个油有一点点厚 乳化速度快嘛也就还好 然后各项我觉得都是中等的一个水平 至少说它没有让我闷痘 没有让我皮肤不好 然后如果你方便买到这个的话 你也可以继续用它 但是在我这里的话 我会有更加喜欢用的东西 所以我是不会回购它的 首先有个补品 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是 Regina Nose 它有讲过的这个 这个是Nature's Bounty的Hair Skin and Nails 这个补品 这个我买的是一个小罐 然后我已经吃完了两个小罐 正在吃一个大罐 这种就是像草莓味的软糖 就是很好吃 你一次就通常就很想吃个五粒十粒 这种感觉 我刚开始吃的时候也觉得 哇怎么这么好吃 真的很想一天吃个十粒 但是还是控制住 还是一天大概吃四粒吧 也没好到哪 但是我当时第一瓶的时候 我是早上吃两粒 晚上吃两粒 所以其实还好 因为它是补品的话 即使你吃多了 它也会从你的尿液排出去 所以不会说有什么副作用 小罐呢是八十粒 然后我给你看一下大罐呢 是一百六十五粒 一百六十五粒 也就是说你吃到最后 你还会剩一粒 下来 还会剩一粒 我就是觉得好玩 其实无所谓啦 有人说你吃三粒也OK啦 吃到最后还剩一粒下来 好尴尬 然后回到正题 说到这个产品的本身 好不好用呢 我觉得我特别的喜欢 我那时候的脚指甲有点分层 就是我的指甲很脆弱 我手指甲的话 长到一定长度 它就会崩掉 就会自己断掉 然后当时我的脚指甲是 我也不知道是因为鞋子的问题 还是走路太多 就是有点 就是它再从旁边裂开了 说起来好恶心啊 你们原谅我呀 然后我是想把指甲给长长一点 让它那个裂掉 就直接把它给长掉 当时指甲是比较脆弱的 然后再加上我以前 皮肤状态是不好的 长很多闭口很多痘 然后有些痘疤 我吃这一个不会长姨妈痘 就即使我长大颗的痘 它都会自己消下去 头发我是有发现它变长的 就是我整体的毛发都在长长 对 就是哪里呢 叶毛还有 就别的体毛 一些地方 就是它长的速度就会变快 我觉得这是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吧 如果它能控制就是说 你只能控制头发长长的话 那我觉得还是OK 但是毕竟头发 你全身的毛发都在变长了 我就 我个人的话 我是很喜欢这个产品 然后也推荐给大家 亚样这款胶素水 那我喜欢它的原因是因为 它可以卸妆 就像贝德马的卸妆水一样 但是我用它是来当二次清洁 然后之前我长痘了一个非常大的原因 是因为脸部还是有细菌 还是很脏的 即使我卸了妆 洗完脸了之后 脸部还是很脏 但是我并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呢 这个胶素水相当于是二次卸妆 就是让皮肤更加干净 胶素水我在网上查 它是可以来当爽肤水的 所以这个水相当于是一举两得 就是你不仅可以二次清洁卸妆 你还可以保湿啊 来当爽肤水 所以这个我特别喜欢 我在用了这个之后 我发现我的痘痘变少了 二次清洁了我的脸 我可以看到很多皮肤上 洗不掉的那些脏东西 全都是用这个来擦掉的 我的皮肤瞬间变好 我用了一个星期 我就立马可以看到效果 这一平台有个好处 就是你放在脸上的时候 它不会形成一个膜 这个我会不停的回购 来当囤货和备用 所以我很推荐大家 如果长痘的话 你们可以去试试看 二次清洁的东西 因为或许是因为 你们的脸清洁的不干净 或者是过度清洁 但是真的可以试试看 那么今天的控瓶剂就到这里了 我知道产品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里面还是有几样东西 我觉得你们是可以拿去来做了参考的 如果你们买的话 如果这支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给我点个赞 B站的朋友们 请多给我点赞收藏投币评论弹幕 那么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